我们现在到柳州了 柳州这个城市太漂亮了看后面那个 土豪金大楼 这么有特点呢 带小胖来这个河边转一转啊后面这个就是 柳江 这个柳江呀从天空中看他是成一个 马蹄形的 这个地方正好是转弯的地方啊 然后对面就是这个柳州的市中心 然后 小胖你知道吗在这个后面有一座山 在山顶上是可以俯瞰柳州的 整个城市的带你去爬下那个山老板那个山是不是叫马鞍山对就叫马鞍山走 就是后面那个山看到了吗 在那个山底啊爬上去100多米高吧 这就是马鞍山的入口了 这个山高180米啊相当于 60层楼 开始爬山 看看我们要用时多久爬上去 这个马鞍山是来柳州旅游必爬的山啊 因为在山顶看的那个景色确实相当壮观 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山啊 但是这里没有锁到只能靠自己体力爬上去 小胖 有没有信心 有 虽然昨天我们爬了那个山但今天接着爬这个山 跟我出来旅游就是爬山 出发 到半山腰啦有一个亭子 小胖我们不要歇的一口座气爬上去 这里看到的景色已经挺壮观了 继续上继续上 路上又路过一个观景台我们也不去了 直接上山顶吧 到山顶在看风景 混在在路上被这些小的观景台 分向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山的台阶还挺陡的 这个坡度很高 而且很窄 飞着九牛二虎之地 终于爬到山顶了 这山顶人真多呀 这个通道两边挤满了人啊 哎好累呀但是 前面有一个观景台 快到那里去 这个风景值得我的 付出这么这个大的体力啊 赶紧来这里看一看 哇 找个好位置真不容易啊 哇柳州这个全景看到了 这个河呀是一个拐弯大拐弯上一个马蹄形的啊 但是这个平台上面人太多了 我们去对面那个平台那个山顶上也可以看景的 那里坐了好多人啊 从这里过去 这里是看夜景的但是现在天还没有黑呢 就已经有很多人了 我们从三脚下走上来用了45分钟 慢悠悠地走上来的 爬到这边的山顶了啊 哎呀 这边需要一点体力 才可以爬上来啊 但是这边的 位置更好 这里可以 更清楚的看到 这个柳州的景色 那个是柳州第一高楼 帝王大楼 帝王大厦 漂亮吧 这个景色 一会我等的晚上看夜景啊 哇这下面一览无余啊 一览中山小 那边是火车站的位置啊 可以看看这个网红桥 彩虹桥 太美了 这个山头上拍照 拍视频真好啊 看 能把后面那个马蹄形的河流全部都拍到 小胖 这个风景怎么样 在国内其他城市你见过这么美的风景吗 那倒没有 没有吧 那我们在这等着看那个夜景吧 今天是6点40分日落 你看太阳现在已经落了落了山了 马上天就黑了 7点钟这里就亮灯了 好吧 看夜景 来举个手 我给你拍个照 茄子 小胜也上山了啊 也上到山顶了 刚爬上来 比我们晚了半个小时 但是还好吧 没有误了晚上的夜景 我给你拍张照 扭过来扭过来 哎呀 太漂亮了这里 哦亮灯了 哇 太漂亮了吧 哇 哇 一瞬间就亮了 一瞬间 7点钟 所有的灯都亮了啊 看这个灯光流光一彩的 还是动画 那边的那个彩虹桥才漂亮的啊 这就是柳州的夜景啊 太壮观了吧 然后这个山上绝对是现在柳州那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这小小的一个山头上无数的人啊 晚上8点钟下面的喷泉也开了 看这里正喷泉呢 然后还有游轮呢 游轮停在喷泉那里 一直开看 大家看这个背景像不像假的 哇这个背景太假了 就像一幅画一样 但是但是你看他那个 晚上闪烁的灯光就知道这是真实的背景 太棒了 柳州夜景太棒了 大家点个赞 好 现在的夜景才最美的啊 来小生要唱一首歌是吗 在这个山顶抑制不住想唱歌的冲动了 特别想唱一首歌 来吧唱吧 我怕把旁边人都吓跑了 我看起来 唱吧 有点紧张 怎么那么安静 这刘三姐的故乡 歌神的故乡 你快来到这里 这刘三姐的故乡 当然了 现在是情歌对唱时间 来 小生看这里 对我到底有没有东西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也会让我不小心 不穷极 犯错 连选我新的连移 一首歌 挺会玩呀 你们啊 都玩出新高度了 都玩出花样了 让你俩 在山顶唱歌 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 我们的演唱会 来这里开个直播吧 现在 对啊 有一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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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